请问艾克利斯医生 爱人两年前有糖尿病一直在吃药控制 现在已经打了两针疫苗 虽然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应该用哪个方案排毒 排毒期间要停止糖尿病的药物吗 艾克利斯医生 糖尿病的药物不能够停 但是它两针疫苗下去 对于糖尿病绝对是个噩耗 它应该要用氢氧素排毒 而且要用氢氧素本身 它能够促使胰岛的 就是一线的α细胞变成β细胞 而β细胞是产生胰岛素的主要细胞 所以等于说 氢氧素是间接地帮助治疗糖尿病的 非常有效的药物 它应该马上排毒 好的 确实是 像这种打了两针疫苗 必须要用氧氧氧氧素 其他的保健品还是没什么用 好 解决了 但受了两针疫苗